大家好,又是我,今次帶大家看看我們快閃深圳一日遊 剛好我們回香港時順便去了深圳一日去開眼界 因為這是一個臨時決定和時間有限,所以我們都是走馬看花 我們選擇了最快的方法去深圳就是乘高鐵 從香港西九龍乘高鐵15分鐘便可以到深圳市中心福田站,非常方便 你又猜猜我們兩人一日在深圳總共要花多少錢呢? 謎底便會在片尾解 兩人高鐵來回的車票是約17.5元 首先我們在福田站吃了平民早餐 豆漿、煎餅和油條總共是2.17元 基本上在中國是沒有銷售稅,亦不需要給小費 之後我們就買了一張地鐵一日遊的票 24小時內都可以在深圳任坐地鐵 總共是三個六毫二一個人 基本上中國很多的地鐵都需要安檢 以及有警衛巡查,非常安全 深圳地鐵暫時有16條線,總共是369個車站 足夠讓你暢遊深圳 而且地鐵車廂都有分類似優先車廂,冷氣比較冷 或者比較沒有那麼冷的車廂都頗細心 第一站我們就去了萬丈天地 這是一個深圳科技園隔離的一大型商場 六層商場我們只走到第一層 看到很多商店和去買華為的旗艦店 之後去途途居吃了午飯 雞皮,水牛奶,菠蘿包是最得心的 四個點心加上茶位,兩個人 成為25元美金 下一站我們來到歡樂灣 去找獲稱中國最美書店的中書局 其實這裏是他們在中國的第32家分店 裏面還有大約45,000本書 除了來買書,還可以來喝咖啡看書 歡樂灣是一個集合了海濱公園和商場的地方 一般適合一家大小 聽說最近這間阿媽手續是最出名的 所以我們當然要來試試 這裏有奶茶,也有雪糕 我們都是看著店員在我們面前切水果做的 所以食物都很新鮮,很好喝 兩杯飲品成為美金7元 在去下一個點之前 我們先來參觀深圳最新的地鐵集,江夏北 這裏面積有22萬平方米 大概是230萬平方尺 這裏號稱是深圳之眼 在去年2022年10月開幕 有很多人都來打卡和拍照 深圳文和友 就在深圳老街東門附近 免費入場 這裏就是把舊樓改建成 深圳八九十年代的社區生活 裏面我見到很多我小時候用過的用具 電視、冰箱、電話擺設等 裏面除了有很多不同的場景 可以打卡拍照 還有商店、體驗店和不同的美食 我們去到附近的東門麥當勞 原來這裏是中國開的第一間麥當勞 感覺在美國以外的麥當勞 都會比美國更好和多潤化 我們點了兩杯飲品 一個漢堡、薯條和雞翼 總共是12.3美金 東門步行街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商業區 這裏有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商店、美食 從地面去到地面 如果真的要走,估計要兩小時 起碼 可以進行中 Coco Park 集合各種類型的商店餐飲購物休閒娛樂於一身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隨機找了一間叫木棉食粵菜餐廳吃晚餐 裡面環境不錯,服務不錯 食物味道很好,我們把全部菜都清掉 4個菜1個湯,總共是52美元左右 我們今天兩個人來到深圳10個小時的花費 大概是128美元 深圳是中國的植谷,亦是一線城市 兩個人一日花100多美元,其實都算合理 而這裏給我們的感覺是很乾淨、安全、方便和很現代化 其實深圳還有很多很多地方我們還未去 希望很快就會有機會再來 這次就說到這裡,下次再見,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